小遊戲系列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呢,我們要來一個比較休閒的模式 一樣在HAPPYSEO伺服器上,那是我們要玩的是小遊戲系列 那之前在直播上我全部玩了一遍 那遊戲還蠻有趣的,今天可以再來玩一玩看 那這次呢,我們要來玩,先玩這個Party Game 一個人玩派對遊戲,感覺好邊緣啊 好啦,遊戲要開始囉 這邊跟陌生人一起來玩 這邊有八個人,開始了 這邊呢,要用鋤頭,鋤最多的地 這個遊戲呢,要有點像畫格子 要自己拉出一大圈 我自己旁邊是哪一個 我是黑色的 我們要包圍大家 我好像已經被包圍了 趕快趕快,畫出去,畫出去 畫出去畫出去,啊沒地了 沒地了 沒地了,哇我被包圍起來了 救命喔,救命喔 好好好 唉唷,剩下的是我的,剩下的是我的了 哇,粉紅色好像圍了好大一圈 對我們這樣被包圍起來呢,我們就出不去了 因為必須從你旁邊自己的顏色把它挖 有點像以前有一個刷遊戲的那種顏色 那,哇,我已經沒了耶 我這個粉紅色太壞了吧 我只有87格耶 我這邊只能挖87格 哇,欸這個綠色好強喔 綠色好滿喔 哇,它怎麼挖那麼多,藍色這邊站更大 藍色這邊開心耶 喔,時間到了,時間到了 好強 好,再來呢,喔 這邊要躲雪球 躲雪球 OK,那 天上會降雪球下來 我們要找遮蔽物 找遮蔽物 對準,對準 對準一下 其實就看大家躲哪邊 躲躲躲 OK,就是這樣 躲避雪球 好近喔 就在隔壁 躲避雪球 OK,這樣就安全了 那,看誰會死掉 沒躲好被砸到就輸掉 真的有人死耶,這麼好躲 這麼好躲還是有人死掉 接下來的那個速度會越來越快 然後 能躲避的地方越來越少 為什麼大家都跑去另外一個 這裡不好嗎 大家都不想跟我躲一起 QQ 時間越來越快 遮蔽物也越來越少囉 嗚嗚嗚嗚,太遠了 太遠了 安全安全安全 再來呢 哇,好遠 欸欸欸欸欸 全部擠在一起 欸,沒事沒事 再來呢 哇,這裡這裡 哇,這是活的人好多 好,全部擠在一起就安全啦 還有 這裡這裡 喔唷,過頭過頭了 沒事沒事 呵呵 大家全部擠一起 開始囉 好,接下來第14波之後呢 就是會 可以把別人打飛出去 所以呢 躲在裡面然後還要打飛人家 哇 打飛打飛 哇哇哇哇哇 走開走開,不要 欸,沒事,我沒事欸 欸,我活著欸 我活著欸 我活著欸 這樣也活著 走開喔 走開喔 哇哇哇 欸,我怎麼沒事 喔,門被砸到欸 欸,好,你們不要鬧喔 不要鬧喔 欸,走開啦 欸,不要鬧,不要鬧 不要鬧 我活著,我活著 哇,剩我剩我 剩我 剩我一個 欸,走開你走開你走開 欸,他沒事欸,他沒事欸 換我,剩我一個 走開喔 走開喔 走開 欸 我贏了 我成功贏了這個雪地大賽 第一名欸 天啊,我好厲害喔 接下來是什麼 喔,掉豬 好,這邊要把那些豬 掉到你的陷阱裡面 我以前好像有 好像有玩過類似這種小遊戲 就是台灣自製地圖 欸,還是我有做過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這很久以前有人做過 阿 小豬很難掉欸 然後大家有說要跳躍拉 拉到一半被拉走 欸 要跳躍 很難欸 豬都進不來 豬給我進來喔 進來喔 欸,為什麼勾一勾被拉走 你很討厭欸 欸 欸,我有障礙 過來 有有有 欸,我自己掉下去了 那邊有一個有特殊效果的豬 這個好像是有特殊道具喔 欸,小豬欸 喔,我抓到了 我激活了活塞 激活了什麼 培根活塞 超級培根 啊,就是 我們下面那塊會往下降 就是比較好讓它掉進來 欸 來喔 欸 過來 小豬好像比較好掉欸 欸 過來 接連連中欸 連抓 大豬比較胖 小豬好像比較好掉 好 再來 喂 來喔 有有有 來 來 喔,我第二名欸 還蠻厲害的啊 第二名第二名 呵呵 喔 再來,喔這個有點難喔 這個要射上面羊毛 然後你就會加速 但是在伺服器上是有點小lag 那我們要射越多的藍色羊毛 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欸 欸,射不到 欸 加速加速 那,如果射到別人的顏色 別人的顏色就會加速這樣子 射射射 有有有 衝啊 射不到 好 伺服器會延遲 瞄準的 位置不太一樣 中藍色 中藍色 大家都幫我射一點藍色啊 怎麼大家都射那麼準 都會延遲 有有有 好像要瞄更高一點點 好 是不是藍色越來越多 因為太慢了所以 全部都變藍色 欸,多幫我射一點藍色好嗎 欸,停住了,停住了,停住了 射不到,射不到,射不到 對 這礦車遊戲比較困難一點 很容易會延遲喔 好,結束了 好,我好像最後一名喔 好慘 那個沒辦法玩 好,接下來呢 收集硬幣 喔,這個有點難喔 這邊它會一直彈跳 然後看 能收集到最高 就是這些方塊啦 黃色的 喔喔喔喔喔,吃到一個 我們要採紅色的 紅色最高分 欸,我有採到嗎 欸,喔是沒採到喔 真的假的 那個蜘蛛絲呢 是超級跳躍 那碰到蜘蛛絲的話 我們就可以 飛超高 然後去撞那個 紅色的分數最高 好,撞不到 那黃色的是三分 這也很不錯啦 吃吃吃 好,吃三分 那 紅色好像十分喔 四十分的就贏了 好 吃不到吃不到 怎麼都沒有蜘蛛絲了勒 欸 欸 欸 有有有,這都我的 製作師 製作師 沒有 到底幾分啊 欸 欸 怎麼吃不到,吃不到 有有有 好,我們還是 穩定的吃一點 分數低的 欸 喔我,我沒有贏 好,差一點 好 接下來呢 不要在岩漿裡游泳 喔 這個地上呢 會慢慢的崩塌 那 小心不要踩到岩漿 好 不要掉下去了 好 好 然後,這個是隨機燃燒的 變紅色的話就是 它不見了 好 這跟你踩的位置好像沒有關係喔 跟有一個TNT的 模式不太一樣 馬上掉下去 糟糕 好啦 我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然後 看誰能活到最後 喔 結束了 好 這個我好爛喔 不過右邊呢 我們現在星星樹已經有五個囉 喔 接下來是打蝙蝠 好 右邊就是 小遊戲累積的分數 那我們現在五分 第一名十分 我們七分 打蝙蝠 喔喔喔 吃這蝙蝠 很難打欸 看不到 太小隻了 乖乖 他們其實蠻容易卡牆的 我覺得在角落打還不錯 欸 有有有 哇 哇 沒有成功 沒有前三名 接下來是最後了 接下來要殺死動物 哇 好 這邊有很多動物 那砍他們 就會得分 那我們要得最多分 喔喔這是負的 好有的分數是負的 這是負的 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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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分數最高 有些分數是負的欸 也不能亂砍欸 哇 越砍越窮 還是要看一下分數是什麼 欸 加加加加加加 加加加 喔喔這負的 喔喔喔有砍到負的 分數就是這樣 啊有砍到負的 分數就是這樣 不能亂砍欸 可是 還是砍啊 啊又負的 欸又負的 不行 砍下去 都還來不及看就 就砍下去了 欸這是牛 這是牛是正還是負的 牛負的話會很慘 好直接負五分 主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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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OK 小遊戲派對結束啦 就這樣的一種各種各種小遊戲 它好像會有好多個啦 好多個小遊戲會隨機 隨機出現 就是小遊戲派對 一個人玩 感覺好空虛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